美国海军司令约翰·李查森 这次美国海军总司令用一只气势的德行指挥到咱们解放军头上了 本月初,在与亚太地区记者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海军上将约翰·李查森表示 他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回到先前商定的各自海军舰艇台上遭遇行为准则,恢复一贯遵守协议 这将减少误判的可能性,从而可能导致密切和潜在问题的生计 说成大白话就是,中国海军你要听话守规矩,我可以自由航行你不可以 中国海军栏中舰比特迪凯特号宙斯顿舰,估计是9月30号中国海军栏中舰,比特迪凯特号宙斯顿舰 两艘军舰相距45码的距离下的美国海军不轻,美军舰回去告状到海军司令那里 这次美国海军总司令卯足了价,要替凯特号宙斯顿舰报仇一边无端指责中,国海军在南海多管闲事 一边又怕要挠了个海上拼刺刀的中国海军 要挠起中国军舰的,绝大多数接触,都是按照海上计划外环境规则进行的,而且是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进行的 最后他还要给美军立台方美国海军致力于恢复沿海战舰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轮条部署 我们期待着利用这些平台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接触 吃了亏回去打小报告和美军军舰此外 这次活动中,台湾媒体严重关切的希望从美国海军总司令 得到11月美国军舰报本台湾高雄的确切消息 被这位司令拒绝,谈论未来的行动不是个好主意 这堆台词唱下来可谓完全继承了特朗普的实力演技 不管这位司令是鹰派也好,隔派也罢 只想恢复美国海军司令关一句下 下次美军军舰还敢再来仍然是一样的招待标准 坐等自家的军舰,回去再打小报告吧 接着再来仍然是一样的招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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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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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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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